当然当事人的决策都是根据资源和历史路径的依附而决定的 民进党跟国民党不同 它缺少政权作为政权核心的很多元素 其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两个 一就是军队 所以在印尼基本上大大小小的民团 多少都有一点的军事经营机构 民进党在建言时期成长起来的社会运动路线 和依靠协商民主成长起来的这套中产阶级经营是完全不具备的 第二就是台湾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经济结构 这个经济结构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大动干戈的话 会引起极大波动 它需要一个衔接台湾本土社会和国际 美国市场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些跨国的经济人集团 这个结构跟日本统治世界的台湾是不一样的 日本统治世界的台湾 它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衔接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市场当中 本土的精英阶级 就是地方上的堂厂老板 银行老板之类的人 和地方精英基本上是完全同构的 它也不像现在这样 受到国际上社会经济结构波动的巨大影响 民进党手中缺少这样的人 过去在冷战时期形成这样的经济人 基本上是国民党系统的人 那么蔡英文第三个因素就是地方封建结构 1945年以前的地方封建结构 基本上都是本土的 经过土改和镇压以后 形成了土司结构 土司结构就是说是一部分强势的土豪被国民党铲除了 另一部分被国民党收编了 收编的部分跟党国结构达成了相互利用的局面 土司有双共意义 一方面 它跟共产主义国家不一样 没有完全铲除本土势力 给本土势力通过派系寄生 在党国机构内留下了余迹 第二就是 这些重组以后依附党国形成的派系势力 本身跟党国结构是共生的 不会说是按照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意见 讲台语的人就代表本土 他们出于自身的缺陷 比如说像香港的何俊瑶他们那样 是依附帝国才能存在的 宋明的土司经常也是这样 他们代表土儒社会当中 也就是各酋长国当中的侵法派势力 整个成长结构比较接近于伊斯兰教在西非或东南亚建立起来的那些苏丹国的状态 这些苏丹国当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相对于其他土族的巫师和酋长来说的话 是一些本土社会培养不出来的高级人才 他们识文断字 了解一些历史先例和历史故事 同时也是跟以伊斯兰大国为主的国际势力交涉的重要人才 他们的存在提高了原有的 把原有的酋长国提升为苏丹国以后 提升了所在国的国际层次 而宋明时期的土司也提高了本地酋长国的国际地位 能够得到很多实际利益 例如比如说像中亚那些伊斯兰学家就曾经说过 某某某可汗 我们原来以为他的国家纯粹是蛮族 现在看来他其实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还很有学问 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国家的人民当奴隶来贩卖 因为这样对待穆斯林是错误的 这就是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体现 对于宋人或者是中东的穆斯林大国来讲的话 对于不信奉儒教 或者是不懂得伊斯兰教办事规矩的酋长国 就是直接当蛮族 不可交涉的蛮族 怎样对来都可以的 而对于酋长自己和他的子弟 师爷是饱读师叔的儒生 或者是苏丹和他周围的几个大臣 是穆斯林 那么就会把他们当成同类 给予他们更好的国际地位